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,不论神居何处,不论地位如何卑微,刚才可和不如一起来之时,只要不屈从于失败和惧怕磨难,敢于坦然面对,就已经完善了活着的意义。 这便是男人的风骨,男人之所以称之为男人,是因为具有男人的风骨,男人的风骨不是柔软的垂流和傲慢的自以为是,而是陡峭的山崖,笔直的轻松,他是遇上风浪而不退却的水手,他是自面临间而不颤抖的勇士,男人可以没有风骨,但不可以没有风骨,没有风骨,狂风乱作之时,便会甘愿趴倒, 有风骨的男人虽然跌倒一时,但却可以占领男人的风骨仪式,有风骨的男人是壮美的,风骨,乃刚正的气概,顽强的风度,气质,可以活得不够潇洒,但可以活得洒脱,可以活得艰难,但要活得慷慨,这风骨体现的是一种气度,刚一执着,百折不挠,男人风骨如山,理智沉稳,又担当, 这和男人的血性并不相对,而这更是一种表象矛盾,之后的高度结合,是对自我的一种把握,是对社会的责任和考量,男人的风骨如雨,五千年的文化都在男人如雨般的灵魂中得以体现,坚毅执着,深沉,扑洋,不经过冰雪的洗涤,没有高洁的风骨,不经岁月的魔力, 没有内在的气韵,欲不着不成气,男人不经生活得打造也非真正的男人,君子得比若欲,五骨不去其身,成为男人写实的歌颜,男人风骨如雨,如火之又烟,灯之又光,是美酒,厉旧弥香,名口辩罪,男人气质是意味,他是神秘的,缓缓的,动人心弦,不可捉摸,深入骨髓, 男人气质是情味,他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调,是一种风情,一种从里到外的韵律,那奔东方神韵,开放在时光深处,骨髓光阴的打磨而凋谢,有风骨的男人肩要宽,不让人靠着阿稳,有风骨的男人胸怀要阔,能容天下知识只为原则行事,不与小事俱溺,对他人宽容,对社会宽容,唯独对自己严格, 以宽怀仁德之心于是,夫人服疑,风骨是男人的脊梁,那是一种曾经沧海的宽容,一种厚积不发的人生积淀,一种正义,一种健康爽朗的卓然不群,风骨男人的魅力,在女人眼中是一道远山近水的风景,是一座传说里坚固的石骨廊桥的海市,事物里的清晨坚韧景观的轻松,男人魅力的最高境界应该是, 人性,人格,人生,正义,风骨,品德,财情,胸怀,气质,呈现的灵光荡漾,男人的品德是灵魂的体现,理智,沉稳冷静,是一个男人,应有的品质,在许性男人的背后,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表现, 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,会用思考来决定他的判断,会有理智来决定他的行动,并拥有把握约束自身的超强能力,这就是风骨男人,具备血性与理智相融合的优秀品德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